翻看当今的世界地图 庞大的俄罗斯 虎去亚欧大陆北部 大片大片的地盘 全是他家的 而这其中 亚洲部分的西伯利亚 尤其抓人眼球 让人不得不多看几眼 我们知道 沙俄的兴起 也就是几百年的事 而这个西伯利亚 从位置上来说 显然更接近中国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古代中国 没能占据西伯利亚 反倒让俄国这个后来者 全吃到肚子里了呢 本期迷彩虎说历史 虎哥为您细细道来 西伯利亚 面积达1275万平方公里 比整个欧罗巴的面积还大 不过这么广阔的土地上 实际上只有南部地区 稍微适宜人类居住 而在广大的中部和北部 即使是彪悍的游牧棉 都很难站得住脚 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游牧民族 匈奴人 蒙古人等 一般也是生活在西伯利亚以南的蒙古高原一带 这里养活个牛羊还凑合 撒泡尿未必立马结成兵 中国古代的中原王朝 对这些游牧民所居住的蒙古高原 都是赤之以鼻 视之为蛮夷之地 自然也不会对蛮夷之地 以北的极寒之地有多少兴趣了 而且当时内地人的体制和遇寒条件 你让他去西伯利亚 要知道不是谁的名字都叫苏武 如此看来 在数千年的历史当中 广袤的西伯利亚其实就是个没人鸟的自由王国 当地的部族投人一般会主动向蒙古高原上的强大部落靠拢 所以说到了蒙元时期 我们看到的陵北行省和遼阳行省 一直跨到了北冰阳边上 到了明朝中后期 为了获得更多的皮毛 羽翼见风的俄国 开始注意到了乌拉尔山以东的西伯利亚 1572年 得到沙皇授意的斯特罗加诺夫家族 开始组织雇佣军 跨越乌拉尔山 向山脉以东的库陈韩国和西伯韩国进军 这些韩国在这支 仅近840人 但装备火枪的哥萨克流氓组成的雇佣军面前 溃不成军 不久后纷纷亡国 此后沙俄不断将流氓犯人等派到西伯利亚 开疆克土 到了1636年 俄国人抵达了太平洋边上的俄霍斯克海 完成了切割西伯利亚的行动 当时俄国人也难以深入西伯利亚北部 不过其从南段花了一条线后 将其从与中国相关的游牧民族中分离了出去 为以后的惊吞打下了基础 沙俄之所以对西伯利亚有兴趣 而且成功拿下 一方面是有利可图 可得到皮毛与矿藏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派出的都是亡命之徒 这些人必须在西伯利亚站稳脚才能活下来 人为了活命 什么事都能干出来 而当地的土住民则太过落后 难以抵御这些暴徒们 不久以后 俄国的这些流氓分子 占领了西伯利亚 抵达西太平洋 并开始南侵 首先下手的就是中国东北地区 当时沙俄在远东的驻军不过几千人而已 而中国东北则是清朝的龙兴之地 沙俄几次进军都被清军击败 但由于当时十多万八旗军 全都入关消灭南鸣渔部 东北留守的清军并不多 一旦清军撤走 沙俄便趁机卷土重来 沙俄在当地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 土著民难以抵御 纷纷向清朝皇帝求援 康熙收拾完三番和正经之后 也是忍无可忍 无需再忍 先后两次派军与俄军在雅克萨PK 清军采用围城战术 并运来了红衣大炮 最终两战均获得了胜利 接着俄亲开始谈判 签订了历史上著名的尼布楚条约 该条约规定了俄亲的界限 从黑龙江支流格尔碧齐河到外兴安岭直到海 岭南属于中国 岭北属于俄罗斯 既以俄尔古纳河为界 南属中国 北属俄国 这个条约虽然算不上不平等条约 但是清朝一方却在战场有力的情况下 多次做出重大让步 以至于沙俄反而多拿到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并正是得到了清朝对其占领西伯利亚的承认 不得不说康熙大帝在办这件事上 办的也是让人生一肚子气 之所以造成这个结果 主要是康熙皇帝也对外兴安岭以北的地盘不感兴趣 而且当时国内面临准戈尔布的严重威胁 不得不对沙俄妥协 从军事实力上来说 虽然外兴安岭距离大清龙兴之地很近 但是清朝的统治重心在关内 关外的军事实力并不强 而且严禁内地人入关 清军两次出兵雅克萨 一次发兵三千 另一次发兵只有两千一 即便如此 其后勤补给亦是捉襟见肘 清朝不愿意再不涉及自己核心统治的边关 花费太多精力 因此签署条约时 即便白送几十万平方千米的土地 也在所不惜 所以清朝就连自己嘴边的肥肉 都不愿意吃下去 又怎么会对北边更广袤的西伯利亚 提起兴趣呢 时过境迁 随着几次工业革命和科技大爆炸 以前毫无价值的布毛之地都能开发 土地成为稀缺资源 被各国激烈争夺 今天的中国虽大 但没有一寸多余的土地 中国国力和军事的强大 是解决边境问题最有力的保障 请打开微信 搜索迷彩虎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与虎妞真人互动 还要忘记精彩视频 不管你有什么疑问和建议 都可以和我交流 创作不易啊 别忘了点赞和打赏 您的支持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谢谢